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者 这节课我们就给大家清晃一下 什么才叫真正的戒力、泄力、打力 首先,对方如果出拳 看对方的力量出过来 它是一个向前的力量 向前的力量如果很多老师讲的 我们这个手要接到对方 然后再往反方向去化解对方的力量 首先这个已经构成一个以右课高戒力、打力 我们以右课高的要素是什么样 顺着对方的力量 但是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做一个接手的动作 对方打过来 对方的力量明明是向前冲的 但是我非得要把这个手抬起来 强行去把对方的力量给拨到外面 去把对方的力量给压到另外一个方向去 那我现在其实是在跟对方动力 这并不是真正的以右课高 对方是一个直立 对方直直的力量打过来 那我用一个横力去拨对方的力量 其实对方的力量很强的惯性 还是向前 这个时候我非得要强行去改变对方的力量 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以右课高 这其实是硬碰硬的去打 而且你的速度跟不上的话 根本连碰都碰不上去 包括我们练武春拳 很多人做这个绑手 一样的 好 对方拳打过了 好 对方冲过来打一拳 可能老师这个绑手抬起来 就把对方的手架开 架到这个位置 然后就说这个是以右课高 就是对方的拳打过来 我们要让对方的方向转移 这也是错误的 我们绑手是一个像弹簧一样 游的动作 就如果对方的拳冲过来 如果对方 还是我说的 如果对方善于打组合拳的话 可能低一下 可能对方有可能 你的这个绑手碰不碰不到 如果对方拳打得很快就打 这个绑手还被碰到 对方已经收回去了 然后已经准备好打第二拳 就算对方拳打过来 打过来 你把对方的手架住 那你看 现在我们是不是 浑身上下都是空的 对方再打第二拳 直接就可以砸到你身上 这也不是真正的理由客的 什么是理由客的 首先 我们这个绑手 是不能有任何一点 去阻挡对方力量的感觉 就是对方有一个 对方向前冲一拳 冲上来 然后对方有一个 对方有一个冲上来 好 对方有一个冲上来的力量 向前的冲击力打过来 那我们不能用我们的绑手 对方冲过来 我们不能这样去 强行的把对方的力量改变 这样是在硬碰硬 我们只需要随着 我们的绑手 其实就是随着对方的力量 让他把它借助 他这个怪强的才能扑出去 那现在对方在往前面冲 其实冲过来 我们这个绑手 是采取这样的形式 让对方出去 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点 我们做好一个保护 那如果我们如果把它变成滚手 再加上头部的防护 那现在就变成对方一出拳 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利用身体 让对方在 既然对方有一个向前冲 要打我的担心 他冲过来 那我就让你冲过去 让你冲得越远越好 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做反击 做对方的动作 而且 这个有个什么好处呢 如果对方出拳 打不来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 把对方的力量给阻挡在前面了 那你现在 你看我们伸手也打不到对方 但是如果你放对方进来 这个才叫做 我们泄力 首先要让对方进来 这才叫做泄力 而不是阻挡对方 那对方冲过来 我们要放对方进来 这个时候 那我们拳也可以打 肘也可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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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可以打 一定要放对方进来 这个才是泄力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 第二个 我们再用一个第二个点 来概括 首先 永远很多人都说 那我们认识要借力 还要泄力 还要舍力 但是很多人都不明白一点 什么是舍力 我们如何才能借对方的力量 如果才能卸掉对方的力 这里有一个最关键的要素 叫做舍力 我们的舍力论很重要 什么叫做舍力论 就比如说 对方做一个拍打 打进来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不舍力的话 那怎么办 我就给他硬碰硬的 给他抵出去 或者我可以用一个拍打 等他打过来 我可以给对方抵出去 那其实在这个时候 大家会发现我们俩 互不战流失 如果在对方继续反击的话 一样的 我们会变成一个两半 去让他对方冲过来 我打到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时候 其实对方是可以接着反击我 可以做其他的动作 那我们会进入一个无限的死心 所以什么是舍力 就是对方打 对方冲过来打你 那你不应该去把对方的力量给阻止 你不应该去把对方的动作给阻止 我们是应该让对方打过来 什么叫让对方打过来 那比如说 首先我们有一个感觉 我们在实战的时候 仰成一个习惯 我们在对面的时候 比如对方要做拍打 那我就让你打过来 我就放弃抵抗 这叫做舍力什么 但是我们不是说完全放弃抵抗 我们先培养一种关联 对方打过来 我就放弃抵抗 让你打 那你再打 我就放弃 一定要有种 那对方要打 我就让你随便打 当你养成了 当你培养出这种舍力的意识的时候 打 当你培养出很强的这种舍力 这叫做舍力 就我们完全放掉我们自己的动作 放对方打进来 让对方充分的把力量放进来 当你学会舍力之后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卸力 现在对方再做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比较有心 看 先让他先学会挨打 对方打 当你学会挨打之后 对方再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比较好去舍力 才去借力 所以先舍力 然后再借力 先舍 再借 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借力 卸力 卸力 卸完之后再借力打力 什么叫借力打力 就对方冲过来 是不是有个冲击力 打过来 对方有个冲击力 冲过来打力 那我们先舍掉动作 放对方进来 同时 我们再去想办法去借对方的力量 先去卸掉 我们用 不管是用防水弄滚手 对方打过来 然后我们去卸掉对方的力量 这个时候对方的冲击力 是不是依然是向前的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阻挡他的动作 是放他进来的 我们的动作只是用来保护自己而已 你看对方有一个向前冲的力 我卸掉的时候 我只不过是把自己护起来 这个时候对方还是有一个向前冲的力 那我们借力就是借助他这个向前冲的力 去打他 他往前冲 那我们就可以借助 这个就叫做 这个动作我们从中间可以发现三个要素 我们泳出的每一个动作都要能找到这三个要素 就是舍力 泻力 还有借力 先学会舍力 才有人泻力 学会泻力 才有借力 打力 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可以找 我们用一个典型的动作来给大家表达 现在就是舍力 借力 还有舍力 泻力 还有借力 打力 一舍一泻 就打 完全 先放对方打进去 做一个慢动作 打过来 先放对方进来 借助对方冲过来的冲击 就可以去反击他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强调的 关于如何在实战中 灵活运用我们的借力 泻力 舍力 还有我们借入客核的药局 当然具体的训练方法 我们会在下一集的课程里面 我们的社会课程里面 会有详细的讲解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